那在這次呢 剛剛呢 結某和尚有講過 這次借會呢 最主要就是 源於這個追思緬懷 我們的這個東河禪寺老和尚呢 上眼下臨 老和尚的元吉五周年 那老和尚呢 這每位弟子呢 都是相當相當的孝順 無論是這個新任的新造大和尚或是結某修德大和尚 還有一位呢 就是我們東河禪寺呢 本來呢 應該都是他來當這個方丈呢 可是呢 這個老人家呢 很客氣呢 一定要秉持著老和尚一個男眾的傳承 那所以呢 他呢 就退居到 我們東河禪寺的財團法人董事長 那其實呢 一直都是 這個 張老妮呢 他在這邊呢 打理著這東河禪寺的點點滴滴 那這位呢 重要的人物呢 也在這樣一個音樂當中 跟大家呢 介紹 讓大家認識 本來就是昨天應該由這個長老妮呢 來跟我們介紹 介紹我 然後再來跟大家見面 那因為太忙了 那現在呢 我們請我們的 東河禪寺的財團法人董事長呢 這個蕭惠長老妮呢 來跟大家見面呢 也請他呢 跟大家講講話 好 請大家轉身向上 好 請大家轉身向上 志誠 秉禮 這個 我們的 這個 秀慧長老妮三班 秉禮溫訊 阿彌陀佛 好 那我們呢 也請我們的長老妮呢 跟大家講講話 他有很多心理話呢 跟大家講一講 沒有啦 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其實今天這個介紹 我很感謝元席法師 都是他去幫忙的 我非常感謝的三師 就是德界和尚 傑摩和尚 跟我們的教授和尚 尤其我們今天的那個德界和尚 很不容易請 有這個姻緣是我們員工上能留下來的 所以他一聽到是東河禪師禮請他 他非常高興 那還有各位的介師 大家都是非常有修行 非常有修行的這些大法師 希望你們今天在這個 六位比丘 兩位比丘女的 我們的營利迎戰法師的領導下 希望不要辜負我們介會 為了這次開這個介會 好好的學習 把學習下來的東西 拿到你們生活上去用 因為這個社會太亂了 就是由你們的磁場去影響到別人 這樣社會才會安定 第一個首先影響你個人的家庭 再去影響你的周邊的朋友 自然而然我們的磁場就會強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非常感謝所有的介師 在這麼尖刻的環境下面 住的也不好 也沒辦法一人一間療房 必須要兩位法師一個療房 兩位介師們一個療房 希望我能夠有福報 趕快把我們東俄師後半段蓋起來 哪一天再開介的話 那就是給你們介子也很方便 希望大家利用這七天萬元方向 好好地在那邊學 我們的八位法師 營禮飲餐法師教導你們的 不要今天學了 離開界長什麼都忘記 下個禮 下個月回來做八觀摘節 不會哭 這樣不好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很多 瘦很多次 在東和禪師行開第三次 很多是老界回來瘦的 回來那個復界的 希望真的好好學習 尤其我們的德界和尚的講菩薩界 我們的教授和尚的五界 三規五界 希望大家安心的盡心的聽 把心靜下來 不管你有多少俗事 請大家把它放下 進到這邊 什麼都要靜下來 你才能把東西放進去 你不把你心裡跟肚裡的東西掏空 你就沒辦法把佛法學得很好 萬元方向 今天希望你們 跟隨我們這幾個介事 大家都非常有修行 他們腳步去走 社會就不會亂 阿彌陀佛 希望你們借其圓滿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自成理解 這個長老女的慈悲開示 鼎禮三拜 我鼎禮回去 阿彌陀佛 好 動長老女回料 動長老女回料 主委心見 這邊呢 還是呢 引述 剛剛呢 德介和尚的 一份 開示叮嘱 就是說 難得呢 在外面的萬丈滾滾紅塵當中 主委做一顆清靜的放光的明珠 尤其我們這個道場真的是 在台北市很難得 你只要進到這個環境裡面 馬上就會感覺到一種寂靜 對不對 這就是環境的一個道場 一個寂靜的力量 那希望說每次在上課的時候 大家依然像剛剛那樣子 把心沉浸下來 這樣像剛剛的三世和尚的開示 你不只是聽到他音聲的開示 你也從他音聲以外的當中 感受到三位大和尚他們本身的行使 這種就是三世和尚他本身個人的修持一種風範 你感受了 領域了 這種就是一種等流勳息 那你在你內心的八四心田當中 那一份印象 將來你納受戒體成為了一種非常強有力的 防揮止惡的力量 就是你不只是用眼睛看 用耳朵聽 你還用心去感受 這樣的話 你納受的戒體 將會是強而有力的戒體 在你未來 這麼艱困的一個世間當中 你能夠遠離煩惱 乃至將來 修集菩提之良 成就佛道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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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